今天我做了红豆糯米糕,黏黏糯糯,非常好吃 想吃不会做的老铁,一起来做吧 准备红角豆提前浸泡一个晚上 放在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,煮熟 放在大碗中,加两大勺糯米粉 100克的温水 搅拌均匀 加5克白糖 再次搅拌均匀 模具底部刷上一层食用油 倒入模具中 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 用牙签扎排气口 把油蒸贴,水开,即时蒸30分钟 好吃的红豆糯米糕就做好了 晾凉以后切成小块 软糯香甜,全家都爱吃 有喜欢学会的老铁,你也动手试做一下吧 感谢支持